誒 反理課本打開 請翻到八十四頁來 誒 我要講這一題啊 你們幫我已經講很慢喔 來 快點 翻到八十四頁 誒 翻到八十四頁 這個八十四頁 同學你先找一個空白的地方 我跟你講 這裡我們文組很喜歡考一種題型 這種題型叫什麼 這種題型叫斜線的面積 來寫上去 找一個空白的地方 我把大概的想法跟你講一下 斜線 的面積 我告訴你啊 這種題目變化多端啊 好不好 你如果看課本 光是課本你就會看到 哇 有好多種不同的那種 對不對 變化 對不對 斜線的面積 我告訴你啊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做法大概就是 正面做法 正面解 正面解 正面去挑戰這個問題 好 那什麼就是說正面挑戰這個問題 很簡單啊 就是我告訴你啊 如果考的時候他會問你一些見面積對不對 你要正面去解就是你要把它分割 把它分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最後再把它怎麼樣 全部加起來 這樣聽到嗎 如果你要正面挑戰這個問題的話 首先呢 你可能需要畫一些輔助線 然後把圖形做什麼動作 把圖形做分割啊 對不對 分割成一些你看得懂的幾何圖形嘛 可能正方形 三角形 或者是扇形等等 你會求面積的圖形 先做分割 然後分割完之後再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通通加起來 好不好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正面處理這個問題的手段 來 再相加 這樣可以齁 那如果是反面處理這個問題呢 欸 台灣你知道什麼是反面處理這個問題嗎 很簡單嘛 就是你先算一個整體的面積 有時候整體的面積比較好算 那個整體的面積有時候是一個T型 有時候是一個正方型 有時候是一個圓型 對不對 然後反面很簡單 那反面就是什麼 就是扣掉空白的地方嘛 就是把空白的地方把它扣除 對不對 扣除 空白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重複的地方 像有時候如果你要取捨原理 對不對 中間重複加的要把它扣掉 這樣了解嗎 OK 然後最後一個我要提醒同學喔 通常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去算一個 比較特殊的面積喔 那個面積叫做什麼型 你知道齁 叫做公型 好 好 欸 去 剩幾天 喔 對啊 現在已經不是三位數了 現在剩99天了 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沒有 沒有嗎 99天其實還很久啊 對不對 你還沒有開始準備了 現在差不多可以開始了 好不好 99天後面啊 三個多月 準備學測 綽綽有餘啊 對啊 而且你們只 而且你們只準備4顆而已啊 對不對 現在又不看總積分 你們只準備4顆而已 不是嗎 真的嗎 搞笑話 真的啊 又沒騙你 你們會準備自然嗎 會啊 你耳在念喔 真的假的 自然啊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 你耳朵是不是有問題啊 欸 你知道我最近真的變胖了 我今天穿這個衣服啊 我覺得有點崩 你知道嗎 呵呵 這最近真的是變成一個胖子了 欸 導演 你知道什麼是公型嗎 知道 公型是什麼 就是像這樣啊 這種叫做公型對不對 欸 公型是這樣齁 欸 那我可不可以問同學喔 像有時候考試啊 它如果問你這種公型 有時候你把題目做切割對不對 切切切切 切成很多小塊 結果你發現你需要去算這種面積喔 公型對不對 欸 同學我問你公型的面積 其實是誰的面積 剪掉誰的面積 講話啊 你們其實知道啊 這種公型的面積 其實它是用什麼去剪什麼 欸 公公不理我 就是用扇形啊 也知道扇形嗎 對不對 公型其實就是用扇形去剪掉什麼形 欸 請說啊 公型啊 就是用扇形去剪掉什麼形 三角形啊 對不對 對啊 去剪掉三角形幹嘛啦 欸 可以齁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公型就是用扇形去剪掉三角形 請記得 算這個公型的面積是這樣算的齁 這樣可不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回過頭來看這個經典考題喔 課本的題目都很經典 都是這種很classical的問題喔 它這個題目是說喔 已經知道有一個半徑為1 還有一個半徑為3的圓 兩個圓外切 直線L 這是他們的外公切線喔 哎 外公又來一次齁 外公切線 叫做L 對不對 然後它就問你說呢 呃 請問那個鋪設區域的周長跟密基 哎呀 它鋪設區域是哪一塊 還是這一塊啊 這一塊是膚設區域喔 喔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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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們回去有先做嗎 不會做 喔 不會做喔 好 那我們一起想想看喔 這一題到底該怎麼處理 這個密基跟周長到底該怎麼處理 欸 至少有一點想法 對不對 你不會做 不會是完全一點想法都沒有 應該還是有一點想法 只是做到中間可能有一點卡住這樣子 欸 首先第一件事情 同學你會做什麼事情 欸 你們做的事情很有限喔 同學圓一定會有什麼東西 會有圓心 來 同學你先把它的圓心怎麼樣 先把它抓出來啊 對不對 欸 先把圓心抓出來 然後我再問你接下來你會想做什麼事情 對 把它黏起來 來 同學你就把它連起來 快點跟著我一起做 把它連起來 然後接下來你告訴我你還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往下連 喔 再往下連 很好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往下連 所以這個是直角對不對 好 這個 對不起我這個圖齁 其實應該這個要畫過來一點齁 你還往下連啊 對不對 你就畫一些輔助線嘛 欸 那往下連之後 同學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題目其實已經好像快要做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同學你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東西 欸 我們給這些點一個名字好不好 好 比如說這個叫做A點 來 這個叫A點 這個圓心叫做B 然後這個點叫做C 再來這個點叫做珠 啊 這個點也給它一個名字 這個點叫做P 欸 這樣好不好 欸 這樣可以齁 好 同學你應該知道吧 這段長度是多少 這個VP長度是3 好 那這個VC長度是3 那這段長度是1 這段長度是1 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齁 同學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 這次來處理 這個黃色區域的那個周長跟面積嗎 但是你現在心裡面大概有一個底了 我問你齁 欸 同學我問你 面積你會怎麼算 欸 你先告訴我這個ABC珠是一個什麼型 T 對 這是個T型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T型怎麼樣 就可以得到黃色的面積 對 剪掉 剪掉什麼型 對 把這個扇型剪掉啊 對不對 再把這個扇型剪掉 面積是不是就出來了 對不對 啊 如果你要求周長 欸 我問你 它的周長是哪裡 就這一段嘛 對不對 周長就這一段嘛 其實它是這一段 這是一個弧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弧長 弧長我們有公式丟 然後同學問你 這一段是不是也可以算 對不對 這段也可以算 然後這一段 這一段是不是也可以算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三段的長度 周長也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 應該 感覺上還好對不對 好 那請問同學 那接下來比較困難的點在哪裡 欸 你不管要算這個面積啊 還是要算這個周長 你都必須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知道什麼事情 欸 你說啊 欸 比如說我要算這個扇型的面積 半徑你已經知道了 我還缺一個什麼東西 角度啊 欸 周學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角度是幾度 欸 我文組講很慢喔 而且這個角度是幾度 你說老師 我根本不知道欸 我看不出來 那怎麼辦 看不出來它是幾度 那你就再畫輔助線啊 欸 請問你 你會怎麼畫輔助線 呃 欸 我問你們嘛 你們都不會有想法喔 就這樣子沒 就譬如說 嗯 說嘛 我這個圖畫的沒有很準 但是同學你看喔 這樣子啊 你這樣過來好不好 這樣過來 這裡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你不覺得 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 畫直角三角形 我的圖沒有很準喔 但是同學你大概齁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 來 你看這邊喔 同學這個是1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長度是多少 這一段長度是1 那請問你 這段長度是多少 2 好 請問你看到什麼東西 同學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一段長度是2 然後它的斜邊是多少 講話 它的斜邊是多少 它的斜邊是4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直角三角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是1 然後斜邊 這就1比2嘛 對不對 所以你告訴我這一段長度是多少 1比更號3比2 所以這段長度是誰 這段長度是2更號3對不對 喂 我講說我慢 你們有聽懂 可以齁 所以這一段長度 這個斜足長度是2更號3啊 來 寫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來 2更號3 1比更號3比2嘛 所以請問同學這個是幾度 這60度啊 來 這個傢伙 這一個角度 它是60度 可是60度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算周長跟命積對不對 我們要算這個弧長跟命積 所以你不要寫60度 你要寫成弧度好不好 所以60度是幾拍 3 3分之拍啊 你說為什麼 因為拍是180度嘛 180度除以3是60度 好 那請問你喔 同學我問你 這個角度是幾度 這個角度 小小這個角度是30度嘛 然後再加這個直角 所以請問你 這一個角度是幾度 喂 這個角度是幾度 你要講話啊 為什麼不理我 欸 同學這30度啊 加這個90度 所以這個幾度 幾度啦 哦 哇 它撞強了 這是30度 啊這個是90度 加起來是幾度 120 這是120度啊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角度 來拉出來 這一個角度 120度 120度就是幾拍 就是3分之2拍 講的這麼慢 有沒有聽懂 簡單來說 同學你有沒有發現 這類型的問題 首先呢 你可能要畫一些輔助線 先把這個題目 就是可能做一些分割 或者怎麼樣之類的 找出一些你熟悉的圖形 然後去相加 或者怎麼樣 就是把一些不要的扣掉 就類似這樣 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看喔 喔 這題講好久喔 這個一定要慢慢講 來第一個 我們來談它的周場 好 安靜安靜齁 這個要慢慢講齁 來 周場 來 同學它周場怎麼算 就三段嘛 就是這個P珠湖長 來 這個P珠湖 湖喔 要這樣寫喔 然後再加上哪一段的長度 再加上這一段叫做P珠湖 P珠湖長 然後再加上哪一段的長度 再加上這一段C珠線段的長度 這樣可以嗎 我跟你講喔 今天我們這邊就會講完喔 我們就要交最後一個單元囉 這樣可以齁 然後同學我問你啊 這個P珠的湖長是多少 欸 同學湖長有個公式啊 湖長叫做 要複習一下喔 欸 看一下湖長的公式叫做Rθ對不對 欸 我問你R是多少 R是1啊 θ是多少 3分之2π 所以就是1 在乘上多少 3分之2π 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So easy 然後再來 同學我問你 P珠湖長 欸 這一個湖長 叫做Rθ對 那它的R它的半徑是3喔 然後它的θ是多少 3分之π 所以就是3 再乘上3分之π OK 然後再加上 C珠線段的長度 這段長度是誰 2更號3喔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咩 齁 所以這個加起來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π加上3分之2π 所以會變成3分之幾π 3分之5π 然後再加上多長 再加上2更號3 OK 周長就這樣子 欸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啦 周長就這樣子 對不對 這麼簡單 來 同學那接下來輪到你發揮啦 那請問第二小弟 命運記要怎麼算 欸 命運記要 欸不過在講這東西喔 這個跟同學先聊一下 欸你們知道嗎 現在有個東西叫特殊選材 你們曉得嗎 我們學校的報名期限是什麼時候 到明天 阿那個特殊選材 同學我跟你講喔 今年的名額很多喔 有機會你就去偷偷看喔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那個特殊選材 他不一定要有特殊專長 有以前的特殊選材 他要求很嚴苛 就是你一定要在某個領域非常的傑出 他才會錄取你 可是現在的特殊選材 你知道的 他除了你有一些特殊專長之外 其實他對某一些同學會特別優待 你知道哪些同學嗎 就拼箱啊 欸我們是金門了 對不對 他對拼箱還有原住民的同學 都會特別優待喔 為什麼要對原住民